台灣有三寶 騎腳鴨血臭豆下風 臭豆腐真的很臭 臭到就是會嗆鼻的 可是吃起來就是很好吃 越臭越好吃 對 我才不能接受日本的納豆 納豆 納豆完卷 不臭 黏黏的 口感… 我之前還去日本把納豆磨成湯 連湯我都不行 好 那個營養價值很高 很臭 那是 那妳的腳比較臭 我的腳真的不臭啦 妳不要再磨一碰 妳不要再磨一碰 真的 已經有很多路人問我說 妳的腳是不是真的很臭了 哪有人在我留言底下寫說 腳臭 我真的不行 我沒有腳臭 好 等一下 誰敢聞新亞的 假的 假的 誰 誰敢 真的假的 佳納敢 佳納 佳納可以嗎 佳納很老實 佳納不會騙人的 佳納不會騙人 我不會騙人的 佳納是不會騙人的 憲哥 我先看一下 妳先幹什麼 散熱 妳在散熱嗎 妳為什麼要散熱 妳為什麼要散熱 請坐 畫面太荒謬了吧 畫面有點荒糖 來 佳納 對 佳納 好 準備好了 不要太近… 怎麼樣 這是好香 Sushi 酸酸的嗎 酸酸的 Sushi Sushi 那是臭啊 酸酸酸 不會臭 不會臭 謝謝 酸酸臭嗎 她是不是納豆捲 壽司 對 壽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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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壽司不清淡的味道 沒有什麼 是有一點酸嗎會不會 是醋的味道 一點點酸 酸 酸 酥飯 酥飯有沒有酸的味道 但現在有高級 有高級 Sushi有沒有 Sushi 欸 沒法 酥飯的味道 糟糕 OK 那讓妳聞一下 我講 我怎麼 我講不準 因為妳可能會讓她上次打我 我不會 好 來 老師 我老師 老師的回答 真的老師 我都接受 我真的以良心講喔 其實沒什麼味道 我聞到的是 等一下 你有呼吸嗎… 有… 我聞到就是一般鞋子的味道 就是你腳放在鞋子裡 腳底的味道 大概是 板前日本料理 很高級 你現在去外面吃一顆8000多塊 最貴的還有2萬塊一份的 所以我真的是板前的 板前的 板前 高級的 高級的 不是迴轉的時候 最高級的 日本師傅這樣一個人 在那邊捏給妳吃的那種 可是不管高級或不高級 安心亞 腳臭真的不行 她沒有腳臭 她沒有腳臭 沒有 開玩笑都是台玩笑 今天我們聊到哪裡去 我怎麼講 我腳臭咧 什麼臭都不臭 納豆臭 對… 我們今天就是要來 我們今天就要來看就是說 台灣要哪一些美食 我們吃得津津有味 可是外國的朋友覺得 我們整個不對勁 非常的奇怪 好 首先我們來看看我的同鄉 泰田 來自日本的泰田 你害怕的食物到底是什麼呢 日本人最怕這個嗎 這個 對 這個 來 請看 這是什麼 吳美姿 吳美姿 這不簡易的嗎 吳美姿 對啊 而且你們日日本一段 那個梅子不是嗎 對啊 有什麼好怕的 吳美姿的那個味道 甜甜爽爽的那個不行 我們日本也有梅子 絕對沒有 日本不是吃梅子嗎 酸酸甜甜不就是 酸酸甜甜不就戀愛的滋味而已嗎 不是 因為裡面的梅酒那個甜 日本的味道很好喝 可是她的真的很噁心 不是 的確是日本有那種梅酒 也就是梅子的味道 對 當然是不一樣的梅 沒有錯 梅子的味道OK 但這裡那個甜的感覺不行 應該很多日本人也沒辦法接受 我們是應該是沒有 沒有人討厭酸梅子 而且吃蠻好 一定會搭配 衣天天過味道 微笑就像烏梅子醬 所以這個烏梅合理 是她很喜歡 有一種戀愛的感覺 戀愛的感覺 很噁心 你有戀愛過嗎 你 有啊 當然有 你結婚了嗎 太甜 還沒 那你戀愛順利嗎 難怪嗎 遷入在這個酸酸甜甜的感覺 真的嗎 那今天為什麼都倒出來呢 就是我們想要 再讓她喝一次 她就要喝一下 太大杯了吧 其實只有太甜吧 像開朗你應該習慣 我也是第一次喝的就是那個 熱炒店 熱炒店有朋友說不喝啤酒什麼 他就喝這個 我以為是醫藥就是中藥 你看顏色這個根本是中藥的味道 或是那個什麼染料或是那個 還有味道就是感覺就是有醫療 那個什麼 醫藥品的味道 對 我住這麼久 我帶韓國朋友去喝 也是一樣的反應 這是飲料嗎 就是什麼味道 我覺得是不是 你們都喝得已經過期的嗎 因為我覺得她其實是 哪有難喝 其實我每次超好喝 因為舞陽妳也不敢喝 真的 舞陽也不敢喝 這是我們製作單位準備 這絕對是好喝的 是好喝的 好喝的 試試看 這好喝的 妳再試一次好不好 小小一杯應該沒問題 真的耶 我最討厭 KING哥你喝這麼一大杯 怎麼樣 你也是 就酸酸 超酸的這個 太甜你也太浮誇了吧 沒有 那個甜甜的 酸酸的那個 真的很噁心 哪會甜甜酸酸的不是很浪漫嗎 也有浪漫的 當然不是浪漫的 日本都沒有甜甜酸酸的東西 而且後面那個喝完之後 喝下去有沒有 後面有一個什麼一些 三個禮拜去那個醫院的味道有沒有 那個 真的 有消毒藥 消毒藥味道 豐田你可以嗎 一樣日本人 我個人是完全可以接受 他是 他是假日本人 對 台灣人 我忘了 他台灣人 但我第一次喝的時候 確實有點嚇到 你不要呼籲怪槍怪掉 你這個台灣人 他真的會嚇到 確實我可以完全理解泰甜酸的 就是 他跟日本的梅子完全不同的東西 完全不一樣… 他比較濃厚 對 開朗是說 好像有一種去醫院治療完之後 消毒藥 消毒還是什麼 喉嚨塗了一些藥還是什麼的 有點中藥的味道吧 中藥… 中藥很好味 總丟著塔的味道 滿噁心的 滿噁心的 你更噁心 你太噁心了 對不起 我沒禮貌 對不起 是我沒禮貌 我沒禮貌… 我發現那個日本人除了這個之外 他還有一個飲料就是 他那也不行啦 太甜就妳可以嗎 為什麼 蘆筍汁也不要 我先喝看看 這個很好喝 這個我也不敢 這個很好喝 是我從小喝到大 他就甜甜的而已 這個真的不好喝 不好喝嗎 我覺得很好喝 所以有些台灣人也不能接受 我不愛 妳說沒喝過 我完全不敢喝 妳沒有喝過嗎 我幾乎完全對他沒有印象 那妳要喝 妳喝一點嘛 我以前去辦桌的時候 那妳要喝看看 好喝 這個不行 我也想喝一口看看 大家喝下去 他帶一點苦味 我沒有辦法 對 還有那個青草 可是你們 對 有點草味 但是妳知道我們小時候 我們 對 你們也知道 我是比較遠古時代的人 我們小時候要那個 體育課要跑步之前 都會喝蘆筍汁 為什麼 不是要要弱蘆 因為它可以增強體力 增強體力 對 還有蔬菜的 我們要大堆幾乎錢 都會嫌大家發蘆筍汁喝 是喔 真的是多久以前 現在的保管理的概念 你們跑步的時候 是不是後面有恐龍在追 這遠古時期 跑步前要先喝蘆筍汁 真的啊 真的 就說會補充體力 你會跑比較快啊 這一點我們都後來沒聽過 你很熱對不對 它又可以立即的降溫 就是很清涼 對 它就退火 跑完之後 又再喝第二罐蘆筍汁 它有促進新生代謝 可是我有一個 我就更不喜歡那個 蘆筍汁的原因是說 那個另外一個牌子的包裝 你知道有鋁包裝 有鋁身的那一種嗎 為什麼他們都穿比基尼 那個西方格的女生 清涼 因為這個這樣 不是清涼 是這樣的嘛 退火啊 這樣看嗎 1970年代的那個小姐都一直在 而且我必須說 有鐵罐的會更好喝 因為它裡面有鐵罐的 鐵鏽味 這麼棒 鐵鏽味 真的 因為有鐵味 我小時候也是因為有鐵鏽味 才要喝鐵鏽味 它這個鐵罐跟這一般的 這個塑膠的包裝 真的完全不一樣 真的不一樣 外國人無法理解 真的不一樣 真的無法理解 如果二選一等我會乾脆就選那個 烏梅芝 烏梅芝 所以蘆筍更是 你們更不能接受 看日本人只好不喜歡 太田是沒辦法接受 烏梅芝還可以接受 有… 有… 我現在來了 我剛開始… 給我 獎品 獎品給他 蘆筍芝有這麼難配嗎 好 好 有這麼誇張 變成發道具了 滿杯 真的是滿杯 有這麼久會不會再玩 不會 誇張 誇張 你今天怎麼會好喝 真的太誇張了 我很驚訝 我敢喝… 但不會覺得好喝 等一下 真的不好喝 我還想要喝 有些東西就是這樣 就是你要喝酒才能夠感受到 對…是這樣 對不對 還有我們的回憶 是啦… 會不會… 對… 浪上了…